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農曆韜年到來 外長秦剛新人士新氣象 舉辦了兩個特別活動 第一是他拍攝了一條影片 向駐華史節和代表和他們的家人和同事 發表新年視頻支持 他說中國期待2023年世界更團結合作 秉氣分裂對抗 秦剛說 高安過去的2022年對中國和世界各國都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一年 世紀疫情的陰霾未慎 地緣衝突的燒煙又起 全球多年發展成果遭到吞噬 糧食、能源安全受到衝擊 個別國家趁機會大搞霸權霸道霸凌 煽動意識形態對立和陣營對抗 將世界推向分裂衝突的邊緣 他說令人因為的是各國人民求和平謀發展 促合作的願望更加強烈 獨立自主、團結自強的意志更加鮮明 並肩攜手共創未來的步伐更加堅定 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的前途終歸光明 中國外交堅持空懷天下 敢於擔當進取為人類和平和發展的崇高事業 作出了新的貢獻 秦剛指出中國過去一年的元首外交 有精彩分程引領促進團結合作 中國的開放合作持續深化 有力推動全球復甦 中國為全球治理擔當盡責 堅定維護國際秩序 推動達成新的生物多樣性框架 穩步邁向雙碳目標 全力看護地球家園 在複雜危機中堅持勸和速談的方向 在20個集團中貢獻最大的援債總額 全力應對共同挑戰 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反對靈活思維和新冷戰 全力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 展望2023年秦剛說 中國期待世界更和平安寧遠離衝突戰亂 中國宣度各國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通過談判消除衝突 通過協商化解爭端 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 令和平的陽光照亮世界 他又提及中國期待世界更團結合作 秉氣分裂對抗 中國將會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夥伴關係 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 深化與周邊國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口直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友誼 推動國際社會營造團結大家庭 暢享合作主旋律 秉氣冷戰舊思維 反對排他小圈子 集中志會中力 更好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吳俊剛說中國期待世界更開放融合 打破封閉隔絕 中國將堅定不如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將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 他提到中國期待世界更加發展繁榮 縮小南北洪溝 中國將會繼續支持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推動構建全球發展夥伴關係 支持發展中國家提高自主發展能力 亦希望發展國家淺行承諾、履行義務 在共同發展的路上 不要讓任何國家、任何人調隊 通過這段影片致詞 秦剛回顧和展望中國外交的重點 語調雖親和 但態度很堅定 就是中國不會接受美國的霸權主義 這段影片是發給在中國的外國市團人員 即是給各國在中國的外交官看的 雖然沒有點美國的名字 但在新春致詞中 敢不點名地批評美國為首 搞陣營對抗的國家 都是很直白的 大家亦要預期未來一年 中國的外交工作有多艱鉅 這是對外的表達 另一個舉動就是對外交部內部 但同時亦以新聞稿的形式發布 外交部發布消息說 外長秦剛、黨委書記齊玉 視頻連線中國駐俄羅斯、南非、澳洲、烏克蘭、菲律賓、 伊拉克使館和常駐日內瓦代表團 向奮戰在外一線的外交人員表示衷心感謝 並且致以新春的祝福 剛剛成為常務副外長的馬朝鈺 主持視頻慰問活動 秦剛說2022年外交戰線的全體同志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特別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 開拓進取、攻堅克蘭、擔當作為 積極促進中外友好交流合作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新的重要貢獻 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和 奸具繁重的工作任務 駐外一線的外交官克服戰亂、疫情、自然災害的影響 不為艱難、迎難而上 確盡職守展現了新時代外交戰士 敢於鬥爭、敢於奉獻 善於作為的優良作風和頑強品質 秦剛又說 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大精神開局之年 外交部堅信有習近平總書記、蔣佗、領航 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指引 有外交戰線全體人員的團結奮鬥 發揚歷史主動精神 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就一定能夠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 大國外交的暫身篇章 外交部發布的消息引述各個試管的人員紛紛表示 會將部領導的親切慰問和關心關愛 轉化為做好各項工作的強大動力 在新的一年 以二十大精神為指引 以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積極擔當作為的精神 卓麗奮發、督行不殘 為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局面 作出應有的貢獻 從外交部發布的相片可以看到 秦剛和外交部的領導 齊齊通過雲端和參與的市管人員打招呼 雲端的視像畫面上還加了中國傳統的燈籠作裝飾 很有農曆新年的氣氛 部分市管也添加了過節的氣氛裝飾 這類和前線市管人員的生命拜年方式 可以說很有秦剛的風格 外交戰線不僅是在北京的決策層 還有各個駐外市管的工作人員落實政策 才能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局勢中 使得外交助力中國向前發展 而這兩場生命的新春活動 秦剛明確了未來一年中國外交政策的路向 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 與煽動意識形態陣營對抗的國家鬥爭到底 想入不夠一個月 秦剛已經完成了非洲之行 回國之後又分別與蒙古國、馬來西亞、烏茲別克、伊朗、印尼外長通電話 從這些通話的優先安排 可以見到中國對外政策的脈絡 從鄰國開始佈局 北面有俄羅斯、蒙古、東南亞、中亞和中東 而在1月9日至16日秦剛到訪埃塞俄比亞、加鵬、安哥拉、貝寧、埃及和非盟總部、亞盟總部 時間雖然很短 但是活動很多 可以說是旋風式外交 大國中只有中國每年的外長第一次出訪就是去非洲 這並不是什麼外交小技巧 這是幾十年來持之以行的努力 誰是真幫忙 誰是拆長腳 非洲人應該看在眼中 非洲的領導人也有變化 以前更直接的是要求中國援助 現在越來越多對中國發展模式感興趣 同樣都是曾經貧窮落後的國家 中國怎麼發展起來 這讓非洲朋友看到希望增強了信心 第二點觀察就是新聞發言人出身的中國新外長 個性相當鮮明 可以說風度偏偏英文流利出口成章 在秦剛訪問非洲過程中 有個細節就是記者問秦剛 中國為什麼暫停日韓附華簽證? 秦剛想都不用想邊行邊答 說我覺得日韓在處理中國公民 赴日韓旅遊採取的是歧視性的 不科學的 過分的措施 為兩國人員的交往造成困難和阻力 所以中方有理由作出反應 短短的一句回應相當直接 也顯示了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 對等反制 來而不往非禮也 另外有意思的是秦剛前腳剛剛離開非洲 美國財長耶倫後腳就去了非洲了 有美國媒體認為秦剛剛剛走馬上任 出房就成功吸引了西方政客和媒體的高度關注 這令美國政府坐不住了 政客新聞網更發問說 為什麼中國新外長會成為拜登的一個問題呢? 文章指出美國重視非洲其實更多的是跟中國的博弈 從上任以來的一系列表現 秦剛是要令外界明白中國有自信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大家好 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是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